Dance.com Candle這個牌子我覺得它非常厲害的地方是 它對它自己的出廠 它的管控非常的嚴格 它就是全部都是德國原裝跟捷克製 我覺得Canton它這個牌子在歐洲 它是一個知名品牌 但為什麼對於我們亞洲可能 不是大家都聽過的牌子 那是因為它其實不會刻意的去行銷跟宣傳自己的牌子 懂它的消費者 聽過它的消費者 正常來講 都會直接買單 我覺得Canton這個牌子它是非常的全方位的 我要聽劇院 我要聽二聲道 其實它們兩個都非常適合 對 甚至說我可以不用搭到低音 因為它本身的低音也都是非常能量非常足夠的 想要聽一些旋約器 聽一些人聲 它們都非常適合 Canton它這個牌子 它的目錄全部打開 全部都是喇叭 因為它們只做喇叭 對 所以就有很多系列可以去讓消費者去做一些挑選 它其實是有一個無線的系統 對 它可以搭配它本身的內建的那個擴大機 去搭配到六支無線的喇叭 去做一些做一個劇院的串連 對 那如果說有一些影機裝潢已經結束了 那我又不想要走明線的話 它們的無線系列的喇叭其實超級厲害的 而且甚至我去裝過這麼多套 我都還沒有遇過說 欸 聲音斷斷續續的連線不上之類的問題 對 所以它們對於它們的無線傳輸系統 我覺得是非常的把握 客人很有趣喔 他其實剛進來的時候 他是想要找電視 因為當時85吋的三星電視 他是有一個活動是送森巴 客人他原本也是要搭森巴 我心裡就想說 欸 都選到85吋的電視 空間也不小 對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用小小的森巴其實 聲音效果還是有限 所以這時候剛好我就邀請到 他進來我的視聽室裡面 體驗一下 什麼叫真正的家庭劇院 我那個客人一聽 哇 他嚇到 他覺得他就是在電影院裡面看電影 然後再來就是Reference 3K的那個喇叭的外型 剛好符合客人的那個口味 他看了圖片 他其實是沒有試聽過的 因為那一支全台灣只有一對 在三創去做展示 所以說客人他沒有實際去聽得到他的聲音 但是他信任Canton這個牌子的聲音 對 因為我們當時視聽室擺的是那個 Vento 896.2 也是一個蠻高階的一個系列 那他聽過896.2的時候 他其實聲音他很滿意了 但是他會願意去花更多的錢 去試試看Canton最旗艦的系列 他也是因為信任我 然後才去做這個選擇 結果最後到他家 擺了之後 哇 那個效果 那個視覺感 85吋的電視 再加上那個Reference 那麼大隻的那個 弱點 整個鼻翼是非常棒 聲音他也非常喜歡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Canton他本身有做劇院的被動式系列 他還有一個很強的就是他自己的 無線的Smart系列 對 那在我們這邊 連A9管的視頻室裡面剛好全部都有 我們從最頂級的Vento系列到被動式的Smart系列 其實就是直接AV切換去做對比 讓消費者去感受一下 有線跟無線的差別 跟無線的方便性在哪裡 對 那我本身在這邊的設置是 就是做一個5.1.4的配置 Vento 左 跟 中 右 然後還有 側環繞 跟四支天空聲道喇叭 對 都在天空板上面 那 像 無線的Smart系列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做一個最基本的5.1 一樣 SL8 然後 我們裝置聲道也是Kwano系列的 對 再來就是 右聲道 那我們刻意就是 不要全部都是黑色的 我刻意把Kwano換成是白色的 因為其實它 Kentone它也有做 黑色跟白色的顏色 那後環繞的話就是用 它自家的Soundbox 3系列 對 它其實本身也是可以當作 藍牙喇叭 它本身的低音音質也是很好的 那我們基亞社在這邊也是有 去做一些 家電跟音響的組合 那 電視跟音響會模擬 擺在家裡的感受 讓消費者實際做上去 會有一種 把 家庭職業系統擺在家裡的感覺 好 那看完以上這些 對家庭職業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新光三越A9館地下二樓這邊 找我幫你量身規劃喔 那接下來10月中也有 新光三越的週年期 對 到時候都可以一起參加活動喔 對家庭職業